第28题,附读为硝酸钾在不同温度下兑100克水的溶解度,在40度C时,分别在甲乙丙饰管中加入10毫升的水,并依序加入5克、6克、7克的硝酸钾,请问此三支饰管的浓度大小为何? 我们从图上看到到40度C的时候,所对应到溶解度是60,也就是我们100克的水,最多会溶解60克的硝酸钾,而我们现在放了10毫升的水,也就是10公克的水,所以它最多可以溶解6公克,那我们的甲饰管放5公克,所以它表示可以全溶,因此我们甲饰管并没有饱和,不饱和, 那么乙饰管放6公克,那么它呢刚好就是达到饱和的程度,所以乙就刚好饱和,那么我们的饼饰管放7公克,它无法全部溶解,它会完全溶掉6公克,剩1公克,所以呢它也是饱和,那我们看到乙丙都饱和,同样温度下饱和容易的浓度是一样的,所以浓度呢是乙会等于饼,而甲是不饱和,所以它的浓度会比较小,所以呢甲会小于乙,因此 第二十八题问我们说,请问此三支饰管的浓度大小为何,我们答案选的是乙,甲小于乙等于饼